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与观世音菩萨和大世智菩萨 都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圣者 被人们尊称为西方三圣 关于他们的佛经有很多 《悲华经》就记载了其中的一个故事 在过去无数节久远以前 有一位转伦圣王 他有一千个儿子 长子叫做不炫 次子叫做弥摩 父子众人都尽心供养一位宝藏如来 并跟随他修习佛法 这位转伦圣王 在宝藏如来前发下了成佛的大愿 世尊授秀吉他将在未来成为无量寿佛 佛土的名字叫做极乐世界 接着 不炫太子在宝藏如来前也发下了成佛的大愿 世尊 今天我要大声地向一切众生宣告 我所有的善根全都回向给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道 愿我行菩萨道士 如果有众生遭受种种苦恼恐怖的事 退失了追求正法的信念和力量 堕落到黑暗中 身心忧愁不苦穷困 没有依靠也没有房屋的时候 若他能够意念我 称我的名号 被我的天儿所闻天眼所见 这个众生若不能免除这些痛苦烦恼 我终不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道 世尊 我今天还应当为了众生发起最殊胜的大愿 如果无量寿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完成了度化众生的佛事进入涅槃后 我将在正法注释期间修行菩萨道利益众生 当无量受佛的正法在初夜灭去时 我将即刻在后夜成就佛道 你观察天人和三恶道的一切众生而生起了大悲心 想要断除众生的苦恼 令他们安稳快乐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今天当命令你为观世音 在无量受佛灭盘后的第二个恒河沙的阿僧奇节 正法在初夜时灭尽 到后夜佛土就转为一切珍宝所成就世界 种种庄严美好的景象 无量无边 你将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成佛 名为变出一切光明 功德伤亡如来 寿命长达九十六亿 那如他百千斤 灭盘后正法注释六十三亿斤 最后 尼摩太子也发愿在 变出一切光明 功德山王如来之后成佛 庄严的佛徒与一切佛事 都与变出一切光明 功德山王如来等同无意 宝藏如来受集他将在未来最大的世界成就佛道 因此命名他叫做大士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